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发型师 Danny 今天我会示范展一个零层次的刘海 较厚重的零层次齐刘海 有拉宽额头 收窄脸型的视觉效果 从头顶点到中心基准点做连接 分出左右区 从中心基准点到右额点做连接 分出右侧刘海区 从中心基准点到左额点做连接 分出左侧刘海区 将多余的头发固定 控制刘海的薄厚 可移动左右额点的位置 和顶部基准点的位置 刘海的薄厚 要根据客人的脸型和发型来定 分区就分好了 将刘海全部向前梳 集中在前额处 水平分分固定其余的刘海 发片厚度2厘米 长度6厘米 垂落在眼睛的位置 刘海的长度 以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 来计算 从中间开始修剪 左手拿剪发疏固定刘海 不做提拉 剪刀沿着剪发疏的下沿 水平剪切口修剪 以中间的刘海为长度 向两侧等长的延伸修剪 不做提拉 水平剪切口修剪 零层刺刘海 不做提拉 为了保持零度角 就要借助剪发疏做配合 第一层就修剪好了 水平分分 分出第二层 厚度2厘米 以第一层为设计线 从中间开始 用梳子按压修剪 逐渐向左右延伸 每刀保持在1厘米的宽度 用梳子按压 水平剪切口修剪 放下全部刘海 从中间开始 用梳子按压修剪 每一刀1厘米 平稳的修剪 不要急于剪完 逐渐向左右延伸 每刀保持在1厘米的宽度 用梳子按压 水平剪切口修剪 最后将刘海精修整齐 用手指轻拨刘海 封筒随着手的位置垂直送风 这种刘海发量较厚重 呈现出自然的弧度 增加前额的宽度 让脸型更圆润 适合各种长度的发型 零层次齐刘海 就完成了